大家晚上好 感谢大家收看周四晚上的网课 我们今天的内容相对比较简单一些 相信能给大家带来直接的一些投资上的一些帮助 然后这个就是mt5或mt4的软件的一个拓展功能 那么在下方我们会看到有很多trade exposure history 这些中文就叫交易历史信息新闻或者是邮箱 这个calendar就是日历 那么这些功能我们应该就是好好的去把它利用起来 那么能够帮助我们在整个的交易里面 获得很多的一些技能上的提升以及辅助 那么今天主要是讲到两点 第一个就是calendar日历 我们很多人就喜欢就是看消息 因为影响金融市场最主要的就是消息信息 那么这个calendar就会告诉我们大概几个数据 今天都有哪些重要的数据 然后左边开始看的话 它是第一个是日本 那么第二个是德国 第三个是欧盟 之后是巴西 这个国家这是墨西哥 然后之后是美国 然后这个是法国 那么它也会告诉我们大家受到影响的货币堆是哪一个 比方说这个法国呢 那受到影响的就是欧元 以及这个是欧元区 之后呢 还有这个星期二 10月29号的英镑这些数据都会有的 那么它呢也会有一些这个priority 就是给我们一些权重 如果是影响力比较大的呢 那它画的这个就多一点 这个就是日历 能够看到呢 是本周所有的这些信息 我们看到这个是周五 11月 就是明天 11月1号 那么今天晚上呢 也会看到有很多重要的数据啊 比方说是这个 还有一些美国的 美国的数据非常的多 那么之前呢 也会告诉我们啊 就是前期是9月啊 上一个是Q3啊 是季度的数据 那么Forecast呢 就是啊 这里 那么就是预期啊 这个就是前值 那么actual呢 就是实际的值 所以呢 这些数据呢 大家呃 可以看一下 这样的话 就不需要去别的地方网站呢 或者其他地方去看这些数据 之后呢 就是市场里面啊 market market里面呢 有很多非常好的一些工具 软件给我们使用 呃 比方说 那我们怎么去用这些呢 比方说 我想看一个什么啊 我们找一下 那么里面有付费的 也有免费的 其实呢 作为初级的啊 初学者来讲的话 免费的就够我们用了 那么他会有几个标题 第一个呢 是train的 就是趋势性的 啊 我这里给大家标出来 啊 就是train的 就是趋势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啊 这个是震荡指标 这个是趋势啊 train的 这个是震荡 所以呢 他前面啊 都会有这个标题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的话 他有level 还有这个多周期啊 多时间周期的 比方说是这个啊 那他就是多时间周期的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 就是绿色的线 就是买入啊 红色的线呢 就是卖出 那么其他的线 比方说是黄颜色呢 就是在观察阶段啊 有很多这样的一些 辅助的一些技术指标 供我们使用 还有这个交叉货币对的 比方说是多货币对的 叫multi currency pattern呢 就是图形啊 有很多这个走势 比较漂亮的一些图形 那么就是像这个啊 就是根据 呃 技术指标 然后画出来之后呢 就会显现在我们的这个 大家看一下在左边啊 我刚刚已经download的 就下载了 下载出来之后呢 啊就会在这边 看到就叫currency rsi scalor for free 那么把它拖到啊 右边的这个图案中啊 就拖到右边的这个图表中 我们看一下表现出来 啊这个没有表现的很好啊 我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那么因为我们插入的每一个指标呢 可能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问题啊 所以你在调试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啊 你要不停的去修正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呢 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线啊 虽然我也不知道它是干嘛的 那么我把它放大一点 啊 大家看到右边的这个火焰一样形状了吗 啊 我再放大一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右上角啊 右上角像火焰一样正在燃烧的这个位置 啊 就现在的话正在变化的 那么这个这个图形感觉非常好看啊 就是正在燃烧这种感觉 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技术指标主要的一个作用 我们可以英文不错的话 大家可以解读一下啊 它的这个含义是什么 啊 右上角啊 这里 所以呢 有不同的指标 供我们大家去使用 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呢 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个操作习惯啊 找到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策略 我把它换成一分钟 看一下会是什么样的 那么不同的指标啊 在不同的时间周期里面 它的使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刚刚黄金上冲了一波 直接是冲到了1503美金 目前的话 黄金的价格还是在这样的一个啊 区间里面啊 没有说是走出这个上面 就1520没有走出去 下面呢 是1480也没有跌下去 基本上一直都是在这里上阵啊 上阵来阵去的 所以呢 大家如果是有耐心的话 其实做交易呢 亏钱也是比较难的 那么你作为一个啊 你可以画一些支撑线阻力线 那么整数位的话可能就是1480 那目前的黄金价格还是在这个小区间里面 如果是你把它横过来看的话 那么中间的这个区间呢 就是在这个1520 那么下方就是1480 那么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区间带振来振去的 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呢 其实无非就是两种 一种呢是趋势型的 趋势型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在出啊 触发了重要的一个事件 比方说原来黄金是在这个区间带着整理啊 底下是1430和1380 对吧 基本上都是50美金的一个上下振幅 然后呢 突破了之后啊 像这里 那么就是趋势形成啊 他一直往上走 到最后呢 冲到了1550附近 那么这样的一波上涨呢 就是属于趋势型的交易 那么现在的话 他没有什么让他继续上冲的一个事件上的动能啊 因为基本上消息面都已经消化掉 那么目前呢 上也上不去啊 下也下不来 为什么下不来 因为美股是有下跌风险的 最近呢 我也是在大幅的开始做空这个欧美的股市 尤其是德国 啊 大家 我这个没看啊 大家看一下应该是三四分钟之前啊 这个我说 呃 我刚刚也没看 因为已经开网课了 所以呢 我是大量做空了 这个美国的和欧洲的 那相信欧洲的股市跌的应该也是非常惨的 为什么要做空他呢 呃 原因很简单 因为昨天呢 是降息了 降息呢 但是呢 大家发现没有股市啊 欧美的股市没怎么涨 涨不动了 涨不动了呢 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风险啊 就涨不动 就只能往下走了呗 现在美股这么高啊 创出历史新高 本身呢 又存在一定的风险 有两个风险 第一个风险呢 是欧洲的 这个传统的消费 旺季啊 是在圣诞节 你就黑五 黑色星期五 那么现在的话 大家不舍得消费了 啊 我相信澳洲呢 大家逛街也天天发现了 每个商场都在打折 从年中啊 从年初打到年中 从年中打到现在 这个打折 基本上以前五年五六年前 之前澳洲很少打折 那么现在天天打折 代表大家的消费历史 整体下降的 那么今年十二月 消费数据有可能 不如预期那么好 因为之前已经把这个 都释放出来了 啊 把消费的这个欲望啊 都释放出来了 释放出来了之后呢 啊 圣诞节就没钱买了 对吧 所以呢 那么明年一月份啊 看到十二月的这个数据的话 就比较差 那这样的话 可能啊 再加上大家要过节 对吧 中国一般都是过节 是二月份 那么一月份股市 都会稍微低一点 因为大家取钱嘛 其实大家投在老外的市场里面 也是一样的 老外也要过节 过月是这个十二月的 圣诞节过元旦 他们也要取钱 取了钱之后呢 股市的钱就会相应的减少 所以说呢 整体来讲的话 十二月呢 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 再加上去年十二月 也是有下跌的 另外呢 下跌了之后呢 这个十二月下跌 还有个好处呢 就是啊 在圣诞之前啊 他们如果是能稳住 一月份下跌 之后呢 开再往后呢 三四月四五月 他们就用基金公司啊 就能好过一点 因为那个时候呢 股票价格开始慢慢上涨 但是今年还有个问题 就是特朗普啊 他选举呢 在呃三月份 四月份呢 可能会出一些意外 那么对美股来讲 又是一个压力 所以说呢 在整体来讲的话 我们适当的去做空一些 欧美的股市啊 对冲我们目前持有的 澳洲股市的一个 大盘上的这个系统性风险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 今天啊 到底是能跌到什么程度吧 基本上我认为啊 最近你看今天开盘就下跌这么多 这是欧洲市场 就意味着卖盘还是非常多的 假设能撑住今天 我相信未来呢 也是非常有压力了 那么在图形上来讲的话 他也基本上已经是跌破了 今天的一小时的这个支撑线 那么美股呢 就是在27184已经跌破了 股指呢 还是跟大家说的 可以说是追涨杀跌 那么日线上的话 也开始啊 对大家看一下 这个日线已经非常高了 那么红色的线呢 是我们很久以前网课去画的 当时呢 是在之前有一天网课 我记得是在这个位置啊 在之前就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是跟大家说可以做空 那么同样到这样的一个高位 一直没有上去对吧 没有上去 那么上上不去的话 这个股市啊 自然就会往下再试探一下 所以呢 这个啊 大家稍微做空一点 我相信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因为本来我们手里就有股票看涨嘛 那你有股票 比如说25万的股票 在股指期货上呢 做空两手 那么就是做空了27184美金 就是一手 两手呢 就是价值54000美金 那么27184点跌到了27000点呢 我们每手呢 就赚184美金 不多 所以风险比较低 那么他往上涨 能涨到多少呢 涨到28000 暂时也不太可能 对吧 最多我们就亏1000美金 所以说呢 风险也是可控的 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啊 这个指数最近呢 可以大家适当的去做一点空 那么澳洲呢 也是一样的 澳洲呢 昨天降息之后 大家发现没有 那降息啊 美国降息对他也没有提振 连续下跌4天 这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啊 因为昨天的话 至少美国欧洲股市收盘呢 是往上撑了一下啊 那么澳洲股市呢 反而一点上 这个上涨都没有 连续下跌3到4天啊 这个就不是很好 那么在MACD上来讲的话 他也逐步的形成了一个 我们叫死刹啊 就是短期的均线呢 下穿这个长期的均线 那么MACD的这个小柱状图呢 也是在缩短的 对吧 他也是在缩短的 所以呢 整体从技术上来讲的话 也不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事情 那么还有一个迹象呢 就是黄金啊 黄金一直跌不跌不下去 那么刚刚呢 也是冲破了1500美金 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黄金啊 和这个 和股指啊 我们看一下 股指 我把它放到近 挨的近一点的地方 这样我们做一个对比 这是股指 这是黄金啊 大家发现 他其实呢 是基本上是一个反向的 那么黄金呢 是在12 就是系统时间啊 是12点03 咱们这里 澳洲的时间呢 应该是8点03啊 8点03的下一刻开始上涨 我们看一下 股指是不是呢 股指呢 是在 也是8点03的下一刻啊 对吧 我看 大家看我画的这根红色线 也是在他下一刻开始下跌的啊 所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么如果我们两者啊 发现其中有一个出现了极大的问题 那么是哪一个呢 是股指啊 是美国的股票指数 突然下跌幅度非常大 从27220点直接下降了接近100点啊 所以呢 股指的这根线啊 下的幅度是非常大的 下了这么多 但是呢 黄金我们看到啊 黄金的第一根线啊 没有那么多 对吧 上面两根黄色的是股指的 黄金只只是上涨了这么多 所以呢 黄金是不是可以追涨啊 当然可以了 对吧 这个呢 就是我们之前总提到的啊 一个产品 如果是发生了一栋 那么另外一个关联的产品呢 就会给我们机会 所以呢 往后面的这一段啊 你就可以赚到钱 那么再往上的话 你就还是要观察 到底是哪一个块啊 我们发现现在呢 是黄金块 对吧 黄金呢 已经创开始创新高了 但是股指呢 现在还在这里盘整啊 所以说呢 如果我们学习了刚才的方法呢 这里就可以做空啊 继续做空股指 所以呢 两者呢 它是相辅相成的 那么黄金继续上涨 就意味着大家现在已经是在欧洲盘 已经是发现了有所啊 有问题 对吧 股票市场上可能今晚会出现问题 那么避险情绪呢 继续加大 那么同时呢 我们再看一下之前我给大家讲过的澳日 看看澳日是不是这样这个样子呢 对吧 澳日呢 也是下跌的 我们再看一下澳日是下跌了多少 澳日下跌的原因 我呃 再重复一下好了 就澳元呢 是受到这个货币多尔国家的这个贸易啊 还有经济情况影响比较敏感的 如果是经济不好的话 澳元就会下跌 所以呢 澳日呢 刚刚这个大幅下跌的时候 它的速度比较快啊 大家看澳日已经要创新低了 看一下美国 对吧 美国还没有创新低美元的这个 美国的这个股票指数 但是澳日已经创了 澳日创新低了 就意味着 每只要创新低的概率就会极大的增加 所以呢 他们三者啊 我们及时的去找关系 找原因啊 那么你之后呢 就会发现很多不错的交易机会 澳日如果创新低了啊 黄金还没有创新低 那么黄金接着就有可能跟着去创新高啊 所以说呢 澳日现在的反应速度比其他的要快 那么在点位上来讲的话 澳日呢 是从75.116跌到了现在的74.85 大概呢 是下跌了30个点啊 那么黄金呢 是从1500整数位上涨到1503美金 涨了3美金 那么美国的这个指数呢 是从27,220跌到了27,120 下跌幅度100点啊 所以说呢 这种时候啊 很多人喜欢去抄底 但是呢 我们觉得就是不能抄底 对吧 你不能买账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很明显看到黄金还在创新高 澳日还在创新低 那你美国的这个股票指数怎么能抄底呢 不能抄底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实战的时候啊 给大家的一些小技巧 那么三者相关性非常高 澳日下跌 黄金就上涨 那么美国的股票指数就下跌 对吧 美国的股票指数刚刚也是创出了新低 27,123点 这根蓝色的线 就是刚刚一分钟时间创出了新低 那么同样 如果是抓反弹的话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看这个美国的股票指数啊 想要开始反弹 那么看看有没有可能性 哎 发现黄金开始回调了 那么澳元对日元也开始有所小幅的一个回调 那么就证明啊 他的这个反弹目前是短期内啊 是稍微有效一点点的啊 所以说呢 你三者一起看啊 对吧 你看黄金回来的速度非常快啊 那这个反弹呢 相对比较有效了 那么能到哪里呢 那我们还是要看这个啊 反弹幅度 回调幅度最大的这个 那么就是目前就是黄金了啊 所以呢 黄金如果是回调幅度很小的话 没有什么反应 那其他的两个也没有办法去碰 这个呢 就是短线交易 那么澳日反而创出新低了 对吧 我们看黄金想要回调 刚刚失败了啊 现在又创出新高 就是因为澳日我们看到的时候 已经是不停的在创出新低了 所以呢 三者呢 总会发现一个快的 那么刚刚快的是哪一个 下跌快的是澳元对日元 对吧 上涨 也就是反弹呢 是这个美国的纳斯达克啊 美国的这个股票指数 就是道琼斯啊 那么现在连他都在下跌了 我们再回过头看一下澳日 澳日呢 已经反应过来了 已经跌完 现在开始稍微有点回调了 所以三者呢 你要结合着看 在短线来讲的话 他总会产生这样很多的一个交叉的机会 比如说当一个产品创出新低的时候 往往会引导着另外一个产品啊 像黄金创新高 然后呢 美国的这个指数 你看刚刚才创出新低 并且还在往下走 那么这个时候就刚刚说了 啊 我们说这个澳日创出新低之后 啊 不能轻易的抢反弹 他是无效的 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 他其实就相对是白送钱的一个机会 啊 那么今天呢 我也是盈利比较多的 啊 因为这个 这种机会呢 其实相当于来讲的话 就是比较直白的送钱的一些机会 那你本身如果提前就已经布局了空单的话 啊 那么现在的话应该会收获非常多 那么其实呢 做投资啊 或者做交易这件事情本身呢 不是那么难 只要大家有心就行 如果你发现了这个一些问题啊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 昨天降息了之后呢 反而发现股票市场没有涨欧美的 对吧 澳洲的已经连跌三天了 那么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个市场有风险了啊 有风险了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如何去印证自己的风险呢 而这认证印证自己的这个判断呢 我们就找相关的一些产品啊 像这个澳日 他就是相关的 对吧 在75.2的位置一直没有上去 他呢 就是判断全球经济风险最直接的 大家还记得我上个上上一周啊 是怎么讲的这个澳日吗 啊 就是讲了他的一个大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个轮回 对吧 从这儿到这儿一个大轮回 那么从这儿到这儿啊 两几个周期经济周期又上来又下来 他每次的这个上涨下跌都代表了一个经济的轮回 所以呢 有利于啊 澳日是有利于大家去判断这个方向的 尤其是大家对于金融市场的一个恐慌情绪是非常有效的 另外呢 黄金一直跌不下去 黄金跌不下去就意味着股市一直是有有问题的 并且呢 黄金的买盘力量还是比较强的 那么在这根啊一小时图形上我们看到了黄金的这个上破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并且呢非常强势 现在已经是1504了 那么在投资上来讲的话 大家去买这三个相关的产品任何一个都行 你不需要买太多 大家看右边我方大一点点 澳元堆日元又创出新低了 所以呢 这一波下跌能不能说结束啊 不能说结束 因为还有一个他们三个中还有一个在创出新低 所以说呢 除非当三个产品 那么最最弱的那个都开始反弹了 就意味着那么他开始反弹了 但是现在啊 我们还看不到这种迹象 所以说呢 如果我们说做短线你要抄底也好 你要抓反弹也好 那么你看的话就不是一个产品啊 如果是一个产品的话 我们刚刚在这里啊 就有可能进场了 对不对 在这里也有可能进场 因为他呢先跌 然后后来反弹又又跌到这个位置 有可能有人觉得的话 就是就会是一个支撑 但事实上呢 我们看到黄金啊 对吧 在这个大家看一下啊 我往上沿 在这个位置啊 在这个位置 对吧 我们刚刚说美国的那个那个道琼斯指数啊 在这两个小圈圈的位置呢 他是平行的 对吧 他我们可能以为他是住了两个底 但事实上呢 黄金啊 他的这个高度 反而比之前第一个高度高了这么多 那么就意味着 作为相关性的产品来讲 美国的纳斯达克或者是道琼斯也不能抄底 因为没有到 我们再看澳日更是了 我把它缩小一点 跟刚才那个图差不多啊 那么刚刚就是这个地方 那么澳日呢 他已经是创出新低了 所以说你美国的这个指数就不能去抄底 那么三者的相关性啊 做短线呢 就是这么做的 那么现在呢 发现澳日哎 已经开始慢慢平稳了 那么三四分钟啊 那么黄金呢 也开始在上面已经是盘整二四六七分钟 对吧 澳日呢 是盘整了四分钟 啊 那么这个呢 是盘整了 大概也是四分钟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黄金了 对吧 因为黄金在这个价格上盘整的时间更久一点 所以说呢 黄金目前如果是做反弹的话 就要看他了 那么看他 他作为参照物 所以呢 他就不能是我们现在做空的首要目标 我们首要目标是做涨澳元队日元 对吧 因为黄金呢 他反应快 对吧 刚刚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记得 看大家看一下这个黄金又开始下错了 那么澳日再反过来看 所以说呢 你要作为一个参照物来讲的话 你先是拿黄金做参照物 那么反而大家看一下刚刚那个是上涨的 现在开始下跌了 对吧 那是因为黄金已经开始涨 所以说呢 你要找到以前以后 把钱的优先反应的那个产品作为一个参照物 那么你跟着后面那个被动去变的 去作为这个交易的标的 所以呢 二者呢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 有一钱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产品有没有发生变化 这个呢 是英镑 我把它放大一点点 大家发现英镑没什么变化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能马上看到美国的这个股票 马上就找到黄金了呢 马上就找到澳元对日元了呢 那么我们同时啊 大家如果看到英镑啊 看到这个澳元 那么英镑呢 是一点点变化都没有 基本上 那么澳元呢 还有一点点变化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希望大家一定要有这个非常强的一个关联性 当一个产品发生什么问题之后 马上想到另外一个产品 有没有交易机会 发现交易机会呢 时候一定要判断啊 就是两步嘛 第一步是发现异动 找相关性的产品 第二点呢 是判断到底是谁带了什么 就是到底哪个是在前面 哪个是先动的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去交易后面那个后动的啊 这个呢 就会做一个非常强势的参考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整个的一个交易逻辑啊 先从大的宏观上来讲 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么宏观上啊 美国降息了 欧美股市没怎么涨 那么澳洲股市连跌三到四天 这个会发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股市有风险了 现在啊 股市有风险 这句话好耳熟啊 啊 那么在现在的话 应该已经是非常直接的一个信息 那么如果是明天 大家手上还有很多的股票怎么办 很简单的 就今天在美国股票晚上的时候反弹啊 如果是能反弹一点 那么就做空一点点啊 这样的话能够避免明天开盘 直接带来的这个股票市场的一个亏损 或者呢 大家也可以做空这个澳洲的股票指数啊 现在呢是6644点 这个呢就是澳洲的 对吧 所以呢 大家看一下 他其实也基本上很难涨上去了 在这个位置已经连续上冲三的 三到四次了 都失败了 6777点 一直没上去 所以下来也是情有可原的 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刚刚的一个走势 就抄底的时候呢 不要轻易的盲目的去抄底 也不要纯粹的去看一些技术分析的图形 那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哪些技术图形指标是 是假的啊 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很多人啊 喜欢用这个 MACD 那我们发现MACD 大家看一下 是否是有效果 MACD呢 在这个时候啊 那么他的这个曲线啊 下降的速度是很很大的 并且这个下下向下的曲线啊 越来越多啊 就是在这一段很明显 他是一个下跌趋势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开始往回升了啊 对吧 就是对应的这个K线呢 就是对应到这一根啊 告诉我们大家可以考虑抄底了啊 但是上啊 你K线啊 你需要还是要看一下 之前的黄金啊 黄金还在上涨 所以呢 不是很建议大家去抄底 但是K线告诉我啊 还有这个MACD告诉我们 已经可以抄底了 所以说呢 我们就先买一单试试啊 试一试 看一下这个MACD啊 到底是准不准啊 我们买了 好了 买了看一下啊 MACD告诉我们 现在可以买入了 那我们到时候要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 到底能不能赚钱 还是亏钱啊 我们是不建议大家买啊 那么MACD建议大家买 为什么不建议 是因为黄金还在高位盘整 还没有跌下去 对吧 本来呢 他跌到这个位置 很快又站住了 就是这个地方 1503 很快就站住了 所以说呢 现在并不能看出来是可以买入的一个机会 但是呢 MACD告诉我们可以买啊 所以呢 看他是不是有欺骗性 那么之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RSI 也是我们非常常用的一个指标 看一下RSI有没有欺骗性啊 RSI的欺骗性太高了啊 谁用他基本上做短线会死得非常惨 所以RSI呢 千万不要用来做短线 大家看一下 RSI呢 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打到70了啊 就这个地方就已经让我们去做空了 那么这个时候是多少呢 是1500点 刚刚上涨的时候就让我们去做空啊 那不是死翘翘了吗 然后呢 到现在一直都是维持在这个蓝色的线 一直维持在70附近啊 一直让我们去做空 那么做到做多少空啊 死多惨啊 所以说呢黄金现在不能做空 对吧 大家看一下黄金呢 还在创创 想要继续创新高 对吧 有这个动能啊 但是呢 所以呢 这个呢 我们就现在去不能去买涨啊 但是还是要观察 如果是黄金呢 冲到1505 1506 那就意味着美国的这个指数啊 还会要下跌 那么澳日呢 现在反弹的幅度 没有美国的指数高 对吧 澳日呢 目前只是反弹到了最低点的一个中间位置 这个位置是最低点 对吧 他又下来了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会发现 哎 这个是不是有机会 对吧 对吧 刚刚啊 反弹到这儿 做空的人会很多 因为呢 黄金还在往上涨 澳日还在往下跌 啊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今天给大家讲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觉得就会收收益很多 那么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啊 在快四人里面把自己的问题啊 打出来 就是对于这种 三个相关的产品的一个对比 比较谁快谁慢 然后呢 去做这个跟单 或者是叫啊 我们说是选一个之后的产品去做交易 那这样的辅助性会非常大啊 看黄金是不是又创新高了 1504.59了已经 所以说呢 你如果是通过盘面来看的话 就非常的明显 那么MACD也好 RSI也好 它的指标呢 都是具有欺骗性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 哎 澳日是创新低了 对吧 马上要创新低了 黄金呢 创出新高了 今天的啊 那么这个呢 还不下来 还不下来啊 就会有人给他打下来 因为三者的相关性在这里 尤其是澳日 已经是开始下跌了 除非呢 他在这儿 哎 又挺住了 那么现在看的表现呢 就是美国的这个股票指数啊 相比于其他两个产品呢 会坚挺一点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能坚挺到什么程度啊 没戏了 是吧 又下来了 所以呢 澳日呢 已经在创新低了 黄金已经在创新高了 而这个美国还刚刚是滞后的 对吧 所以你这20个点就能抓住 刚刚呢 是27122 现在已经是27111啊 这十几个点 你肯定是短线能抓住的 对吧 黄金还在往上涨 所以说呢 MACD啊 你看按他的这个交易 我们MACD这个信号啊 非常的盲目啊 我们刚刚明确的就知道了 这个黄金呢 要上涨 然后日要创新低 然后呢 这个美国的指数不能做涨啊 不能做涨 但是呢 他会骗我们说可以买涨了 那么这个呢 技术上的分析啊 大家记啊 要做一些理性的判断和对比分析 不要因为一个指标的信号呢 就让我们进场了 因为信号经常会有欺骗性啊 指标也是滞后的啊 尤其是在短线交易的话 那么这个方法会比单纯的 你看指标要好用多了 并且准确率也会更高 相应的来讲 你风险也是低的啊 因为你可以比方说 你想本来想做空啊 失手的这个美国的股票指数 但你不可以不做空这么多呀 你可以把它分开啊 分成三份 一份呢 做美国的 一份呢 做澳元对日元 一份做黄金的啊 那你三个的风险也是分散的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希望大家今天能记得比较清楚啊 大家我给大家放大一下 对吧 你看这个呢 美国的这个 道雄斯指数啊 刚刚终于创出新低了 对不对 符合这个道理 因为黄金早就创新高了 澳日也早就创新低了啊 你不可能 你美国的指数不可能不创新低 对吧 大家看一下啊 是不是现在夸下来了啊 所以说MACD啊 你跟着他 那就亏的太惨 我们看看啊 亏了250块了已经啊 那其实如果按照我们刚刚的策略 这200多块应该是我们赚到的一个利润 并且呢 如果他再下跌的话啊 那这个幅度可不低啊 因为黄金已经占到了1505上啊 澳日已经是跌到了74.75 大家别小看这种交易方式啊 也别小看就是说他几十个点 因为现在是欧洲盘时间吗 波动不是很大 但是呢 就这种交易是比较相对确认的啊 比较确定的一些投资的交易机会 目前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如果有问题的话 记得打打出来啊 这样的话我们能及时的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大家相信现在有在看手机了 是不是在看手机啊 现在赚多少钱 多问一些问题 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更有效一些 另外呢 如果是纯看指数的话 那么现在因为是欧洲盘嘛 所以说我们要做一个拿一个东西做对比 什么东西呢 就是呃 欧洲的啊 德国指数 所以呢 看盘我就跟大家说了 我做空了很多的 这个 指数 尤其是德国的和美国的都做空了比较多 啊 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呢 就是欧洲的 德国的啊 我给改成一分钟 我们都走一分钟的线 做一个短线 大家看一下啊 那么美国和欧洲德国有什么有什么区别 那么K线图上来讲的话 美国呢 已经是反弹了两分钟了啊 但是呢 欧洲的德国啊 也是想要反弹两分钟啊 基本上这两个呢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基本上是同步的啊 都是在这个前提的位置上想要反弹 但是呢 德国的前提是在这里啊 他没有跌破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引起注意了啊 他是不是反弹是有效的 因为美国呢 是跌破了 但美国不是主导 现在是欧洲盘 欧洲是主导 所以呢 如果是欧洲的这个股指啊 跌不破 12823啊 那我们就要止盈离场了 短线 所以呢 12823呢 就是标志着啊 黄金能不能上涨 澳日能不能继续下跌的一个关键指标 大家看一下啊 是不是这些产品都在这里停住了 黄金呢 也是在1505又回到了1505整数位附近 那么就看这个了啊 看欧洲的指数 所以呢 欧洲呢 目前是欧洲盘开始 他呢 是一个主导 啊 我们就看这个啊 作为一个参照物 那么他如果是跌不破12823的话就上去了 那我们这个短线的空单就要止盈了 所以大家看一下他啊 如果是上不去 啊 他如果下不去 那么美国呢 就下不去啊 那么黄金呢 也上不去 对吧 澳日呢 也下不去 所以说呢 找到相关性 找到最直接的那一个啊 就会让我们游刃有余的在这个交易市场里面 做一些很不错的投资了 那么其他方面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受到影响 这个石油受到影响了 那么这这样好了 大家知道啊 哪些产品受到影响啊 石油 二元对日元 黄金和股票指数 这些因素呢 放在一起 这个代表了什么呢 代表的是经济 国际投资者对世界经济 欧洲经济的一个担忧 对吧 因为你看英镑没反应 对吧 欧元啊 我们再看一下欧元这些货币对 或者是家园 美加 每家 美元对新加坡 美元对香港 美元对加拿大 好找到了 啊英镑没有反应 那么看一下 每家有没有反应呢 啊 每家也没什么反应吗 对吧 给大家放大一下看看 对吧 一直在这里横盘啊 没什么太大反应 所以说呢 这一次的下跌啊 股市的下跌 澳日的下跌 黄金的上涨 并不是美元带来的 也不是美国带来的影响 因为但凡是美国和美元带来的影响呢 美元的主要货币对都会上涨或下跌 但是这一次呢 没有 那么受经济影响的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呢 因为石油下跌了 对吧 股票如果是和石油下跌是同步的啊 石油价格 那么就意味着大家看一下这个呢是石油价格啊 我给它缩小成同样的一个幅度啊 对吧 这个是石油价格 这个呢就是股票的价格啊 这个是美国股票的价格啊 这样的话就容易看很多了 对吧 所以呢 在做交易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哎 石油这里有个顶 这里有个顶啊 那么我们同时要看一下 欧元区的这个指数啊 那么他的顶在靠前的这个位置啊 然后这个顶的话啊 挨的这么远 对吧 所以呢 石油也会下跌 如果是他下跌啊 那他下跌的时候呢 如果是我们没反应过来啊 那么还是有石油啊 这个石油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反应 对吧 那么之后他会补上来这个下跌的幅度 好了 这个呢基本上就意味着短线的这个做空啊 逐步的就消失了 逐步的我们就只能开始离场了 因为现在德国股市啊 股指没有跌破一二八二三的位置 那么这个短线的交易就结束了啊 所以呢 那大家看一下在三分钟前 三分钟前 他试探了一下 我们说的这个价格 啊 因为这是一分钟线啊 这个这个红色线呢 正好是一二八二三 刚刚也给大家讲到的 如果是跌不下来的话 回去了 那么就上去了 短线我们的做空就基本结束了 剩下的呢 可能就要再等几十分钟啊 十几分钟 可能对于短线来讲的话 暂时呢 就不需要再交易了 如果是我们要继续追空的话 那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现在啊 完全看不出来 因为现在呢 有可能反弹到什么地方呢 这个地方啊 一二八四五 能反弹到这个地方 概率是非常大的 如果是到这里的话啊 我们还不能做空 因为我们要给他一个缓冲 缓冲到哪里呢 缓冲到一二八五零的位置 对吧 所以呢 如果你是一个短线的老手的话 在刚刚这一分钟啊 他跌到一二八二三啊 我应该是 很早啊 这因为现在是刚刚第四分钟 我估计应该是五六分钟之前 我说能不能跌到一二八二三 如果是跌到了反转啊 那么在下一下一分钟 就是这个位置 大家说一下短线的一些交易技巧 在这一分钟我们就可以买涨了啊 那么你在这个位置的利润啊 你就设置一个指引 这个指引是多少呢 就是一二八四七 那么大概呢 就是赚了一二八三零啊 赚了差不多十五个点 所以呢 短线就是这么交易的 他的正确率相对比较高一点 但是呢 呃就是 需要盯盘比较累一点 对吧 就是这么简单 黄金股还有买入的机会吗 黄金股涨了呀 当然有了 黄金股我的SBM 买了很久了 大家看一下SBM 这里 对吧 他之前就跟大家讲 就没什么问题吗 这个股没什么问题 哎 搞没了啊 出来了 这个股票 我是在差不多就这个位置买的吗 那现在又涨回来了 啊 现在又是两块七毛九的价格 前段时间最低呢 是两块五 两块五 很多人问这个怎么办 我说这没啥问题啊 因为他的适应率非常低 对黄金股票呢 适应率低啊 他基本上就是极大的一个优势了 适应率 大家可以自己去科普一下 越低越好 对于这种成熟的企业来讲 好了 现在带大家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 转折点啊 就是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是转折点 那么在这个图形上面啊 黄金的这个图形啊 这根红色的啊 是转折点 这根红色也是转折点 是上涨啊 这根红色也是转折点 是上涨 这根红色也是转折点 上涨 这根红色上涨 红色上涨 啊 蓝色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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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比较准啊 我们从第一个开始 第一个蓝色在这里 啊 之后下跌到这里 然后红色出现了 开始上涨 蓝色又出现了 下跌 红色出现 上涨 那我们要找到这些转折点 是非常重要的啊 这个蓝色出现 下跌 红色出现 上涨 这个红色涨了很多呀 涨到这了 蓝色才出现 蓝色出现 然后下跌 红色上涨 蓝色出现 下跌 红色出现 上涨 蓝色又出现了 下跌 红色又出现了 基本上每一个转折点啊 这里又是一个红色 又可以买涨了 基本上每一个转转折点啊 都是比较精准的去发掘了 那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 啊 大家看一下这些图啊 到底为什么长这个样子 这个呢 是红色要买涨 对吧 我们看到 从一小时图形里面 它有个非常非常长的下影线 下影线意味着什么呢 啊 意味着价格下去了 很快就被拉上来了 底下的大量的买盘 啊 就是说 它扩动打不下去 打下去之后呢 它瞬间涌现大量买盘 啊 我买买买 我继续买啊 给它瞬间买上去了 这个呢 就意味着空头的力量不足了 所以呢 它收上来之后 那么最好的买入点呢 就是在这个位置 啊 最好的买入点 就是在第二根一小时图的这个下影线的这个位置 它往回收的时候 啊 基本上就是最好的买点 那么如何判断它是否有效呢 看它是否是上涨啊 这根线是否上涨突破了 这阳包音 阳线包音线啊 这根上涨的线啊 就是阳线 它把旁边的这个包住了啊 对吧 比它更高 那么就意味着它的价格是上涨的 阳包音是非常重要的啊 像这种涨 横盘 四个音线 阳包音 对吧 你又比前面的音线要高 涨 然后又是啊 又是涨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上涨的趋势啊 整个趋势就是这样的 那么其他的呢 我们再看一下啊 再往前走一走 那么再往前的话 这还有一根红色的啊 这还有一根红色的 那么这根蓝色的比较小啊 我们就不拿它说了啊 因为它是连成了两根线啊 造构成了一个压力线 我们就不说这个了啊 我们就说这些比较明显的 红色这根线比较明显 这根线呢 本来已经创出新低了 这根红色的线啊 我在这描一描 放出新低之后呢 马上就回去了 回去了之后呢 如何判断它是有效的 就是它下一根这个线啊 它的低点 比它的低点要高啊 这个低点在这呢 我把它描出来 那么再往后的低点在这啊 它比它后面的比前面要高 低点越来越高啊 这个大家都明白 如果低点越来越高的话 就意味着它的反弹 产生了 所以呢 这个红线就代表后面啊 确认是反弹成功了 那么我们还是一样的啊 在它往回弹的时候买入啊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价格买入 那么第三根线好了 第三根线 大家看一下 我把它放大一点点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我左边的 左手边的一个点的位置 在这里啊 这是第一个地点 第二个地点 第三个地点 对吧 就确认我们低点越来越高啊 成阶梯式的上升 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第二根阳线呢 这里啊 又是阳包音 对吧 那么它画出来的图形啊 就是这样的 哎 哎 一个小下眼线 然后呢 一个小的啊 这样的 然后呢 结果第三根啊 是一个大的 但是呢 它的这个低点啊 一个一个比一个高 对吧 然后这个阳包音上来了 就意味着它又开启了 一路上涨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图形上的一些K线结构啊 大家最喜欢做的 就是找到最高点啊 那么这个高点也非常简单啊 这个蓝色的 我把背景色调一下 大家想调背景色也非常的容易 一般呢 我们想这个比方说红色向上啊 红色是上涨 绿色是下跌 好了 这样就比较清楚了 好了 那蓝色部分呢 这里啊 这里非常好 对吧 这里做空非常开心 赚很多钱 为什么这里做空呢 这么高的一个上影线 对吧 这么高的一个上影线啊 这个上影线大概呢 是这个是1512美金到1518美金 接近6美金的 6美金的一个上影线 所以呢 这个位置呢 就是大家可以做空的位置 上影线特别长 好了 我们现在回过来看一下这个 哎 又创新低了 对吧 那刚刚我们看一下啊 已经亏300多了啊 所以呢 不能相信这些K线啊 的技术指标 对吧 你不能单纯的相信他 所以呢 在我们刚刚分析的这个行情面前啊 基本上大家呢 或多或少都能赚点钱啊 有的赚的多 有的赚的少 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其乐融融的 如果我们觉得 你看这个石油开始反弹了啊 我们觉得这个差不多跌够了 啊 他什么时候开始反弹呢 那我们还是要找 美国哪里去了啊 美国在这里啊 美国也是在创新低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开始简单啊 大家看一下澳日呢 他还是一直在创新低 基本上澳日一直没有盘整过 对吧 我们看这个美国的指数啊 他是有盘整的 什么叫盘整呢 他是这样 在这儿横盘了 这儿还上涨了 对吧 但是呢 我们看澳日 澳日没有啊 对吧 那么刚刚这两根黄色的线盘整 没错盘整了 但是呢 美国股指上涨的时候呢 澳日反而是下跌的 啊 就意味着这个还是不太行 大家还是很恐慌 啊 这个也在创新低 那么黄金应该也是创新高了 那么黄金应该也是创新高了 大家看一下黄金是不是创新高的 黄金哪里去了 黄金没了 我再找出来 黄金没了 好了啊 黄金已经是1505.66了 啊 对吧 又创出新高了 刚刚是1505附近 现在已经是1505.6 那么短线交易啊 就是这么简单 啊 大家如果是想要学习短线的话 大家看 哎 欧洲的这个股市又开始创新低了 啊 但是呢 美国的还没有 澳日也还没有啊 所以呢 现在欧洲确实是引领潮流 因为他现在已经开盘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今天的主要的一个短线交易的解读 正好要赶上这个机会了 所以说 呃 比较简单 那么晚盘出现的时候呢 呃 基本上就会意味着 如果不出大问题的话 还会延续目前白 这个9点10点左右的一个走势 我们看一下日线图好了 对吧 日线呢 这个欧元呢 欧洲的这个指数啊 刚刚是一根大阴线下来 那么一时半会儿可能也停不住 现在12800点可能也要破掉 如果大家不确不确定的话 手里呢 可以有比方说一张空单两张空单 那么两张空单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他从12800涨到13000 你也就亏200美金 乘以两张空单就400美金 亏损非常有限 但是呢 如果是你手里还有澳洲的股票 那你可以适当的空的单 空单的数量稍微多一点 啊 那么目前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情况 非常感谢大家 我现在呢 是解释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 NCM为什么一直跌 明天应该就不跌了 黄金股票啊 它的走势啊 会比这个黄金期货价格要快那么一点点 因为这个大家看一下 SBM今天啊 其实已经给出信号了 今天上涨了这么多 对吧 他已经连续最近呢 五天他都是上涨 今天涨幅非常大 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了 黄金今天上涨的概率非常大了 所以说呢 在短线里面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最近三个小时 黄金直接是涨到了1500美金以上 我们之前也说过了 股票的走势呢 会比黄金要提前一点 啊 所以说呢 如果股票 黄金股票之前是先下跌 对吧 那么黄金就要有调整了 但是呢 今天股票走出了不一样的一个行情 就提示我们 要么你可以做空指数 要么就可以买涨黄金 NCM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 因为NCM整个的话 它是有点高啊 这个价格 因为我买的是SBM 大家可以自己对比一下 为什么就是NCM 有一个网站 大家可以用看股票 叫Simply Wall Street S-I-M-P-L-Y W-A-L-L 然后呢 这里面呢 可以搜任何的这个股票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这个数据 我们输入NCM 然后就出现了 它的一个报告 反应有点慢 那么我们再简单的看一下 其他的了 就是美国股市啊 美国股市的话 现在呢 整个的整体风险相对比较高 创出历史新高 那么美国的这些企业呢 它呀估值啊 跟传统的企业估值不是一个模型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点 科技企业和传统的企业估值模型 包括特斯拉啊 这些估值模型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不能用传统的眼光看到它 这个NCM好像 没有什么信息啊 我们看这里好了 在19年的10月3号啊 有一些内幕交易 那么在最近呢 是有几笔大量的卖出 尤其是这一笔非常大的金额啊 在19年的7月啊 卖出了900万 900万股大约是两亿三千一百八十五万啊 两两千三百一十八万不对 两亿三千一百八十五万 对 卖出了两亿多澳币啊 这个公司 这Orbis 投资管理公 管理公司呢 在今年卖出了NCM 大概是两亿多澳币啊 这么大的一个庄家走掉了 啊 这是有问题的 他是在什么地方卖掉的呢 他是怎么卖了55块钱 有点夸张啊 NCM有到过55块吗 可能这个数据有点问题啊 不过这个呢 是两亿多澳币走掉了 所以说呢 我没有买入这个的原因之一呢 就是因为他的机构已经走掉了 卖出了两亿多澳币 在这里 那么 还有个问题呢 就是他的这个适应率啊 有点高 不是很好 好了 大家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没有其他问题 以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然后不耽误大家赚钱的时间啊 要把自己的想法实践一下 另外朝底呢 啊 这些K线啊 或者是这些技术指标啊 包括我们刚刚说的MACD 啊 我们看一下MACD啊 极具欺骗性 对吧 那现在还亏200多块了 但事实上我们其实应该已经是赚钱了的啊 所以说呢 这个情况大家了解一下 不能盲目的就相信 因为现在 再回顾一下 就是澳日现在是横水平线 对吧 横盘 那么黄金呢 是横盘啊 指数呢 是有所反弹 那么再看一下德国啊 德国反弹的更厉害 所以说呢 大家看一下就知道 现在呢是欧洲市场 那么就是德国指数的问题 德国指数是引导了 刚刚的黄金上涨的主要元凶 和澳日下跌的主要元凶 以及石油价格下跌的主要元凶啊 所以呢 现在他上涨了啊 就一边黄金要回调啊 黄金才跌了三根线 但是呢 德国指数 指数已经跌了 已经涨了五根线啊 所以说他是超前的 那么今天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 我们下周二啊 下周二悉尼的同事就回来了 因为这就生病了 所以说呢 下周二如果大家有时间 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周二的网课 感谢大家支持 10月24号 格伦威夫雷的讲座 大家有时间可以去 戴若顾比本人 也是非常出名的 基本上算是麦克的办公老师了 被号称澳洲的 或者全球的一个金融教父 感谢大家 祝大家晚上愉快